詹姆斯在骑士队打球的时候 在骑士主场附近的Sherwin Williams大楼一侧 一直都有一张詹姆斯的经典海报 这是詹姆斯在骑士队和克利夫兰这座城市地位的体现 现在随着全明星赛的临近 詹姆斯的全明星宣传海报 再次回到了骑士主场的老位置 还是在Sherwin Williams大楼一侧 当年贴詹姆斯海报的位置 骑士随队记者Evan Dameriel 今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晒出一张骑士主场附近 Sherwin Williams大楼上的詹姆斯 全明星宣传海报 并写道 自上次勒布朗占据Sherwin Williams大楼一侧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欢迎回家 国王 从这些细节也可以看出 骑士队和詹姆斯的关系 甚至是克利夫兰的球迷对于詹姆斯的感情 并不像有的球迷想象的那样 当年詹姆斯决定一的时候 确实有骑士队球迷做出了比较过激的行为 球队管理层和老板 也确实和詹姆斯的关系 一度降到冰点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这一切 随着詹姆斯重返骑士 全部都烟消云散了 詹姆斯重回骑士之后 在总决赛完成了队勇士队的大逆转 为骑士队夺得了队史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詹姆斯成为骑士队的英雄 整个克利夫兰的城市英雄 詹姆斯说到做到 完成了自己对于这支球队 这座城市的承诺 当詹姆斯泪流满面的喊出 Cleveland This is for y o u 时也许这个城市对于詹姆斯只剩下感激 而没有了任何的怨恨 记得詹姆斯再次决定离开的时候 骑士老板表示说 只要詹姆斯愿意 随时可以回来 现在骑士记者说 欢迎回家 国王是不是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呢 虽然詹姆斯本赛季表现依然出色 但是胡人队的各种问题导致了胡人战绩很差 而骑士队目前却35剩21赋 高居东部第二 如果詹姆斯能够在本赛季结束后 叶洛归根 重回克利夫兰 也许会再给骑士队带来一座总冠军奖杯